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电影新片介绍的主角是 结婚纪念日 Long Story Show 这是一部小成本的澳洲电影 导演之前拍过一部蛮知名的信喜剧 爱爱小确幸 Josh Lawson 本身自己也是演员了 他在片中也客串了一个很好笑的角色 在最近刚推出预告片的真人快达 也看得到导演他本人的登场 主演的是Ryfe Spott 他之前演过蛮多有趣的配角的 像是《真爱跳日子》里面 《暗海色》为中间交的那任男朋友 或者是《少年派》里面去采访的那位记者 请注意以下的故事大纲 有微微的剧情雷 当然这部电影要说爆雷的话 在看完电影剪接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这部电影在演什么了 这部电影在讲一个 时间管理非常非常失败的男人 什么时候都要说再等一下再想一下 在他终于和自己心爱的女友结婚的当天 突如其来在他身上的时间快转到每一年的这一天 突然之间就有了小孩 自己就老了 那些自己以为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东西 也都不在了 每一件你珍惜的东西 在时光飞逝之下 都是这么容易的离开你 这部喜剧也是典型的那种 会让人很有体悟去思考人生的电影 每当我们回顾人生的过去 你都会有数不清楚的事情没有珍惜 还有那些机会没有把握 常常会惊觉自己时间都去哪了 这部结婚纪念日就是在讲这个 并且把故事说得很有趣 又很清新的浪漫小品 能够给你像是真爱每一天 或者是命运好好玩那样子的感动 没有太大起大落 太高潮起伏的剧情 却依旧能够切中观众的内心 电影里面有个字叫yolo 这个字在前几年算是蛮红的 现在应该算是蛮过气的一个字了 You only live once 意思是你只能活一次 就是在讲活在当下的意思 后来yolo就被很多人拿来当作是做蠢事的借口 不过这部电影重新让人思考yolo的意义 尤其是我们经历了2020年之后 要怎么迎接未来人生的变化 不只是防范未来更要把握当下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切中我最近的心情 结婚纪念日它不是什么科幻大作 可能看起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结局也稍显普通 但在过程中的每一部剧情发展 都能让人充满感触 我想无论是男生女生 或者是哪个年龄层的观众 都能够欣赏享受这部电影 努力的想要找回自己失去的时间 有女儿的人应该会更喜欢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内容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威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